安全和RAM NVMC 今天很高興來到什麼 中石大樓是不是 本來今天 cũng比較趕 所以沒有太多時間花費在這裡 所以這邊結束我還要趕著去吃飯 吃飯大概五分鐘就好了 吃完之後再趕快下午回市政府那邊去工作 不過日子也快結束了 以後還是比較想當醫生 當老師講錯了 沒聽錯吧 台北市長柯文哲百忙之中 來到忠實新聞網受訪了嗎 原來這個阿伯不是阿伯 是超會模仿他的直播主小阿烈 在想這影片中他分享了 時下和柯文哲吃飯時的有趣內幕 今天就要來揭秘 模仿柯文哲需要有哪些精髓才會想 首先你要想像著你自己就是他 你要去很透徹研究這個人 還沒模仿柯文哲就很喜歡他了 所以之前就對他有一些報導什麼的 都會特別去看 他的感覺就是說很像很慵懶 話不多但是很簡潔 但是他就是腦中想到什麼事情 他就會馬上講出來 模仿柯文哲講話的話就是 就是要壓 就是他壓低之外 你的音調又要往上抬 就變成你一邊在壓低一邊在往上 就變成 我是這樣想 然後嘴巴要很含糊 就是講話不可以太清楚 那柯文哲他講話是真的會有一點 就是咖喊或是咳嗽的聲音 他會 然後他有問過自己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會清一下喉嚨這樣 不知道喉嚨有什麼東西 跟我聊天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就說 欸你模仿的時候都會清糖喔 我知道我自己會這樣啦 我也不太清楚為什麼會這樣 一開始不習慣的時候 是可能 你吃飯啊或是說 欸你已經在休息了 可是你會不由自主 有的時候不小心會變成他的聲音 大部分都是叫我模仿他平常 就是面對記者講的那些話 啊一堆鯊魚什麼的 就是他經典的話就先學 然後再學說他遇到什麼事 或是上什麼節目 回答什麼議題 一定要先把它記起來 垃圾部分藍綠啊 然後他還有一個笑話 我不確定是不是他自己講的 因為有人問他說 欸那個萬華 那個龍山寺前面一堆遊民 你要怎麼去解決 他就說 那個遊民洗一洗 就可以變遊客了 小阿烈笑說要模仿克文哲 真的不簡單 不僅要深入了解他 連各類醫學知識 都必須要做主功課 我有的時候會去跑直播平台 然後你就要直接完全變成科文哲 底下人絕對會不按牌理出牌 問一些醫學上面的問題 我就被問過好幾次 因為醫學這種東西 是不能亂回答的 在模仿克文哲的時候 我稍微惡補一下 醫療相關知識 所以基本上 百分之90以上我都答得出來 有一個媽媽 然後他小孩 得了一個罕見疾病 他就問我說 欸柯市長這個要怎麼處理 他醫生說 我的小孩子能活到七歲 講完之後我會跟他講說 其實這位媽媽 我不是柯市長 我是模仿的 然後他就說 可是你在我心目中 就是真正的柯市長 所以沒有什麼真跟假 然後你回答的問題 都很正確 剛剛只是故意要考你了 用柯市長的方式去呈現 去講這個醫療專業 會讓他感覺到很安心 以前唱歌就是正常唱歌嘛 以前甚至沒有人要聽我唱歌 現在就是 欸你模仿克文哲唱歌一下好不好 我想要聽看這首 克文哲唱起來會怎麼樣 基本上每次都會發生 所以後來我比較少去KTV 柯文哲的Rap 基本上就是在念經 因為他的聲音是 我會幹嘛 我會跑到走道路 我會回到 就是聽起來很像在念經 因為他的聲音太低沉 人紅是非多 雖然不是真的柯文哲 但小阿烈說 許多想罵柯市長的激進網友 竟然連他都不放過 本事有兩種 一種就是會給人正面 就說欸你出了柯文哲市長 你不一定要把自己 匡限在柯市長啦 阿另外一種是 他把你當真正的柯文哲 在罵 很像那種 王君會留言的東西 你要貼肉肉等 貼一大堆這樣 他說什麼柯屁的那個 小跟班啊 然後不然就是 阿你4%粉 然後整天搞這些事情 然後不做一些震驚的 然後靠網路行銷什麼 騙騙騙騙騙騙 初期的時候我有稍微解釋 我是模仿的 他說我管你是不是模仿 阿你就是他的小跟班啊 你就是靠他吃飯啊 然後你靠什麼4%吃飯啊 你會餓死啊什麼的 就開始繼續罵 模仿柯文哲曾經的小阿烈 技巧越來越精進 不僅聲音像動作也如出一側 不免令人好奇 除了阿伯 他還會模仿誰呢 之前模仿過韓國瑜跟羅斯風 但韓國瑜就只會一句話 而且也不太像 阿羅斯風就是感冒用詩詩那一段 柯文哲模仿太久 所以大家不管我模仿什麼角色 他說這是有點像柯文哲的羅斯風 這是有點像柯文哲的誰誰誰啊 阿我就說那模仿法拉利姐 總不會這樣吧 感謝主播給我的100顆星星 他說這是有點柯文哲的法拉利姐 所以這是一個困擾 可能柯文哲對大家的印象已經更深